水晶塔 水晶塔又名为希尔科斯塔 是在1990年发售的FC游戏 最终幻想三中的最终迷宫 魔法师赞德将这里布置为了自己的基地 因为这里是光雨岸的尸横最严重的地点 非常便于打破二者的平衡 用于引发光雨岸的泛滥 在原作FF3中 水晶塔的顶部暗藏着通往妖裔界 暗知世界的入口 水晶塔的底部则暗藏着通往近地 游莱卡的入口 暗知世界顾名思义就是指妖裔魔物们的老巢 也是引发光雨岸失衡的关键 妖裔界的魔王暗黑之云也期许于此 而近段之地游莱卡 则是大魔导师屋内与多家的藏兵库 内藏有大量的强力武器和装备 并且都有强力的守卫进行镇守 据说在未来 FF14中也会开放近地游莱卡 请大家提前做好刷到头偷的准备吧 即上回 当FF14的光站们成功通过了古代人迷宫后 正式进入了水晶塔的大门 在FF14的设定中 水晶塔代表着古代亚拉哥帝国的科技精华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本期的浓缩靠近攻略主要面向 之前没有打过此迷宫的萌新们 在4.1版本中 进入此迷宫时的装等 已经大幅碾压了迷宫原有的难度 导致一些机制无法出现 这些灰队已经看不到的机制简略进行说明 进入水晶塔后 就可以开始爬楼梯了 左右两侧都可以走 大家请随意就好 上楼后 准备面对希尔科斯塔的第一场杂兵战 请A队的T负责左侧的水蛇和暗黑将军 C队负责右边的 B队负责中间的黄龙 忍者兵则随便拉住就好了 注意水蛇和暗黑将军都会使用正面的顺批攻击 请三个T注意自己的面向 水蛇俄克阿诺斯 就是FF3原作中水晶塔里的敌人 他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泰坦 是大洋河的河神 所谓大洋河 是希腊人想象中 环绕着俄大地的巨大河流 代表着世界上全部的海域 在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里 海洋一词就来自俄克阿诺斯的名字 暗黑将军也是来自FF3水晶塔中的敌人 在原作中他会掉落 FF3中十分稀有的不死鸟之鱼 忍者和女忍 则是原作中禁地由来卡的boss 他们分别守护着超强食品锻带 和强力武士刀正宗 不知道在后续版本中 将要开放的禁地由来卡中 我们会不会再次面对到他们 而黄龙则是FF3 水晶塔中最弱的龙类敌人 原作中的他擅长使用沉默攻击 记败这些情怀满点的敌人后 我们继续上楼 准备迎接第一位boss boss1 妖艳无比的六兽妖 在开战前请注意场地外场有三个雷光柱 他们在战斗中会被用来处理机制 请留意好他们的位置情况 技能推翻 独潮技能 boss为原先的物理AOE 请走位回避 技能火种漫步 无读条 对MT释放的善行AOE 请注意回复 此技能名字出自1986年的同名美国动作电影 技能 灼热链 boss召唤若干法杖 释放的直线AOE 法杖被打掉也会刷新 所以不用处理 躲开AOE就好了 技能 邪圣 boss频繁使用的全屏范围的五度条AOE 伤害不高 注意回复即可 技能 震荡的灵魂 boss的核心技能之一 召唤雷球连线若干角色 雷球一段时间不处理 就会引发全屏爆炸 为连线者 请拉着雷球 前往场地外侧的雷光柱附近 将雷球灌进柱子内即可 注意每个柱子 最多只能放三个球 请通过柱子上的光环数量 来判断能否继续放入雷球 技能 无尽痛苦 boss的法杖 释放的环境AOE 请走位回避 技能 颤抖的灵魂 boss的核心技能之二 召唤冰球连线若干角色 冰球碰到连线者 就会冻结该角色一段时间 被冻结后无法移动 请被连线者 找一个尽量安全的地方被冻结 注意由于被冻住后 无法自由躲避AOE 治疗请留意他们的血量 技能 燃烧的灵魂 boss的核心技能之三 召唤火球连线若干角色 火球若碰到连线者 就会造成伤害并消失 请连线者拉着火球 靠近之前被冻住的队友 火球可以帮助他们 解除冻结状态 成功后地面上会形成水圈 boss的主要机具 只要处理得当就没有问题了 技能古代核爆 独条技能 boss释放的全屏大伤害AOE 请站在水圈内降低受到的火焰伤害 大家现在应该都已经打过神龙了 理解起来应该非常容易就不多说了 由于现在的专能过高 火方的DPS水平非常轻松 就能在短时间内击杀六兽妖 以至于后续的机制无法被看到了 六兽妖是出自FF3水晶塔中的敌人 原作中擅长使用各种魔法的设定 在十四中也完美进行还原了 六兽妖也被称为斯库拉 是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 她的身体有六个头十二只脚 口中有三排力尺 并且有猫的尾巴 她守护在墨西纳海峡的一侧 这个海峡的另一侧 有名为卡绿布迪斯的漩涡 船只经过该海峡时 只能选择经过卡绿布迪斯漩涡 或是她的领地 而当船只经过时 她便要吃掉船上的六名船员 现实中 斯库拉是位于墨西纳海峡一侧的一块危险的巨岩 她的对面是著名的卡绿布迪斯大漩涡 在英语的习惯用语中就有着 前有斯库拉巨岩 后有卡绿布迪斯漩涡的说法 翻译过来就是进退两难的意思 而这个卡绿布迪斯 其实在FF14中也多次出现过 在OAS中出现的技能 大漩涡的英文名 其实正是卡绿布迪斯 在2.3版本初期 光之战士们还要面对她的后续技能破晓 效果为全凭石化 我们需要激活场地上的三个机关 升起的反射装置 让她自己石化自己 同时还有小怪阶段需要处理 现在已经无法看到了 击败她后 我们继续上楼 准备面对后续的敌人 在第二场杂兵战中 我们会遭遇众多亚拉哥的实验产物 开战后 每个替哥拉两只小怪就好了 注意阿克隆会使用顺批 请替不要让他们打到人群 阿克隆是原作中 禁地优来卡中的敌人 阿克隆这个名字在意大利诗人淡定的神曲中 是地狱的边界 在希腊神话中是地狱五条主要河流之一 阿克隆和尚有一位百度者 名叫卡戎 负责把刚死去的亡灵送到河对岸的地狱界 葛莫利是FF3中水晶塔内的敌人 原作中他会吸收我方的体力 十分恶心 他是所罗门72柱魔神中排位第56位的魔神 他无时无刻不再骑着一只骆驼 并且可以通小古今预知未来 可以探知未隐医的宝物所在 击败他们后 一只绿龙会从天而降 同时场地出现若干魔法师类敌人 他们出自原作中水晶塔第七层 魔法师们名为屋内和多佳的克隆体 他们其实也是FF3原作中的敌人 不同于FF14中屋内和多佳的俊南美女形象 在FF3中这两个长寿的魔法师 拥有一个十分猎气 十分带感的解放形态 相比起来FF14里的他们算是扬眼很多了 在这里说一个题外话 在2.3版本中 他们的技能龙卷 一下几乎就可以直接秒杀一只龙骑 是一段十分令人怀念的时光 击败这波杂兵后 继续爬楼梯 准备面对第二位BOSS吧 BOSS2 金刚不坏的守护者 守护者的英文名为格雷西亚·拉波斯 正是FF3中水晶塔内的BOSS的敌人 他是所罗门72主魔神中 排名第25的魔神 据说本体是一只拥有鹰翼的飞狼 血号血腥以及杀戮 杀人就是他的工作 除了杀人之外 他还熟悉关于数学 技术科学的知识 可以说是魔神中的学霸了 技能星级沉 无毒条 对MP方向释放的扇形AOE 请注意减伤和回复 技能斗气 对场地释放的若干原型AOE 请走位回避 技能恶言恶语 独挑技能 BOSS打算将扇形范围阵的角色挂上贴吧 请及时走位回避嘴炮范围 一段时间后 BOSS会召唤亚拉哥发条工匠 为自己充能 发条工匠是无敌的 要消灭他们 必须要先让一个角色 靠近亚拉哥发条工匠 解除他的无敌状态 再由其他人来消灭 要注意第一个靠近他的角色 会被他定住 无法做出任何动作 直到发条工匠被消灭 其实在这里已经可以无视这个机制了 直接攻击BOSS就好 技能血腥之月 全屏AOE 无毒条 请注意回复 一段时间后 BOSS会再次召唤小怪进行充能 处理直接无视就好了 直接干掉BOSS即可 在2.3版本中 BOSS会在后续使用全屏大招 死亡流动 BOSS发动技能的动作 捏塌了天野喜效的原化设定 BOSS在后面 其实还有很多技能没有用出来 经典的跳台环节 如今也看不到了 不得不说 是一个遗憾 击败守护者后 继续上楼 准备面对最后一波杂兵 三个体一人一只火魔神 拉住就好 注意天上的红龙 会不断喷火攻击我方 并且还会使用俯冲 请被点名俯冲的角色 离开人群 而治疗之夜 需要及时进行回复 火魔神是出自FM3中 水晶塔的敌人 它是经典游戏龙域地下城中 首创的魔物 擅长使用火焰的力量 红龙则是FM3中 最强的龙类敌人 它镇守在水晶塔的高层 是非常不好对付的强敌之一 接败火魔神后 红龙就会落地 同时场地上还会出现 哈奥卡和阿巴依 哈奥卡也是FM3水晶塔内的敌人 它是北美拉科塔传说中的 一个小丑 它的动作语言和人类完全相反 传说中令人看了十分不适 而阿巴依则出自FM3的 近地尤莱卡 有着十分强大的物理攻击力 它是美拉尼西亚神话中的 一只巨大的鰻鱼 击败它们后 我们正式进入了水晶塔的上层 准备面对第三位BOSS BOSS3 财思敏捷的亚蒙 亚蒙是FF3近地尤莱卡的BOSS 原作中 它会不断改变自身的属性弱点 同时吸收所有非弱点属性的攻击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敌人 不过在FF14中被理所当然的大幅度削弱了 而且还被塑造成了一个爱斗路 掉路的装备在外观党眼里十分具有吸引力 亚蒙是索罗门王72柱魔神中排位第七的魔神 形象是消首狼身蛇尾 口吐烈焰 香蠢因为头部为消首 在埃及曾被作为最高神崇拜 能通晓过去未来 也能使朋友反目成仇或和解 技能花枪 无读条对MT释放的善行AOE 请注意减伤和回复 花枪是一种华丽的演唱技巧 主要应用于西洋古典音乐中 以装饰音多且难度大而著名 起源于17至18世纪的意大利燕灵 现在多有女高音或次女高音演唱 技能强音冰锋 如条技能 BOSS为原型的范围AOE 请走位回避 BOSS会召唤名为魔科学物质66的年夜怪 年夜怪会无视仇恨靠近BOSS 成功耗尽就会发出全屏爆炸 DPS们请尽快集火消灭 技能强音爆炎 无毒条 全屏AOE 请及时回复 一段时间后 BOSS召唤名为库姆库姆的小怪 他们会使用近距离AOE 请ST拉好仇恨后 尽快集火消灭 库姆库姆是FF3水晶塔那个杂兵 库姆库姆是一部由著名导演 安阳良和绘制的漫画 于1975年被改编为26集的电视动画 技能 压缩次元 BOSS召唤若干 球体连线角色 球体靠近任何角色都会令其缩小 被连线者应主动靠近小怪 使其缩小 协助其他人击杀 运小是FF系列的经典魔法之一 最早在FF2中就有出现 烟火制造术 BOSS点名随机人员 一个带有炸弹标记的debuff 被标记者会在自己周围不断引发爆炸 被点名后 建议远离人群 等待治疗职业进行驱散 如果没有被驱散 就请做一个乖巧的二踢脚就好 技能 强音爆雷 独条技能 BOSS对地面释放的多顿圆形OE 请走位回避 技能组合 挖扁加冰牢加召唤蛇怪 BOSS会随机点名若干治疗进行冰封 被冰封的治疗无法移动 随后点名随机角色变成青蛙 并且召唤蛇怪攻击青蛙 被变成青蛙的角色 记得远离蛇怪 防止被蛇一口吃掉 同时青蛙可以喷火 解除被冰封的治疗 但是注意场地上必须留有一个冰牢才行 BOSS迅速击杀蛇怪即可 蛇怪名为卡齐比地比 是美国土著人民的传统信仰中 一条巨大的蛇的名字 据说它体型庞大 一口就可以吃掉一只成年水牛 疯狂的羡慕 独挑技能全凭大招 我方必须来到冰牢后方躲避攻击 不躲的话就会被直接秒杀 在西方传统音乐表演中 在结束演出时人们会回到舞台上进行谢幕 通常被称为散步或者最后的低头 此外SE于2014年在3DS平台发售过一款同名音游 最终幻想旋律剧场 谢幕演出 注意在这招后 BOSS会立刻使用正面顺批 请MT迅速归位 避免人群听到BOSS的花枪 DPS正常的话 我们会在这里正好击败BOSS 值得一提的是 亚蒙和O3S的BOSS哈利凯纳苏斯共享动作模组 包括死亡等动作表演都是完全相同的 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有 击败这位大臣后 我们登上水晶塔的塔顶 终于要面对亚拉哥帝国的始皇帝了 BOSS4 始皇帝赞德 在FF14的世界观中 原本贪生怕死的魔法师 摇身一变成为了古代帝国亚拉哥的始皇帝 高傲的帝王与光之战士们的死斗一触即发 技能 止压 毒条技能 BOSS自身为原型的AOE 请走位回避 技能 双斧饼 无毒条对MT释放的大威力技能 请注意回复 技能 燃烧咆哮 毒条技能 场地出现若干原型AOE 请走位回避 此外 燃烧咆哮 也是来自FF8的男性配角 塞尔迪恩的极限技 技能 斗气炮 毒条技能 BOSS对随机方向释放的直线AOE 此外 斗气炮是来自FF6的男性配角 马修的代表技能之一 也是武僧的技能 仓气炮的原型 技能组合 魔科学爆炸加古代地震 BOSS在场地摄放若干圆圈 我方必须保证每个圆圈内 至少占一个角色 不然就会发出全屏的爆炸 而BOSS在这里会同时使用全屏技能 古代地震 请及时注意回复 战斗一段时间后 BOSS会传送到王座附近 开始使用技能 陨石 和O4S的陨石类似 我方必须迅速击破场地上的 所有流星魔纹 不然陨石就会落下砸向我方 赞德在发动陨石时的动作 无疑是参考了天野喜枪大师 为FF3绘制的概念图 情怀慢点 处理完陨石后 BOSS会传送回场地中间 并且使用技能组合 绝对统治加古代暴阵 BOSS会先点名三人 一个黑球 释放需要分摊的伤害 这里24人直接在BOSS处集合 进行分摊即可 分摊后场地会出现漂浮区域 同时BOSS会立刻独挑 使用全屏秒杀技能 古代暴阵 请所有人迅速走上漂浮平台 回避地震的伤害 地震后 BOSS会立刻使用技能 燃烧咆哮 请及时走位回避攻击 再往后BOSS就没有新技能了 会重复使用上述技能 一般来讲 BOSS在战斗中 一共会使用两次陨石 陨石这个技能是FF系列的经典黑魔法 最早出现于FF2中 是FF2的最终BOSS皇帝的代表技能 陨石也有许多派生技能 比如来自FF2皇帝的陨石X 和来自FF4的BOSS高贝斯的技能双重陨石等 是FF系列的BOSS们非常钟爱的魔法之一 此外陨石也经常作为FF系列中 黑魔法师的终极魔法出现 是FF系列的高人气魔法之一 战胜散德后 光之战之一行人终于突破了水晶塔 准备从水晶塔顶前往暗制世界 和来自虚无界的妖艺们作为一个了断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感谢您的收看 后续展开详情如何 让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